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对境机遇 欢迎来到我们的《富爸爸理财》系列课堂 今天小编帮大家总结了来自 罗伯特·清奇的 投资的六个基本规则 掌握了这六个规则 你也可以很快走上人生巅峰 迎娶白富美 话不多说 笔记本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了 罗伯特·清奇1947年4月8日 生于美国夏威夷 第四代日益美国人 《富爸爸穷爸爸》系列书籍的主要作者 他也是富爸爸公司合伙创始人 财商教育的领路人 罗伯特介绍的第一个投资的基本规则 就是学会使用别人的钱 这里要先声明 我们所说的别人 不是朋友 也不是亲戚 而是指一些大公司 企业 或者银行 罗伯特说他本人就经常 使用别人的钱来赚钱 借贷投资 是很多商人的常用手法 现任美国总统川普 曾经和罗伯特一起出版过 两本财富相关的图书 罗伯特称赞道 虽然大家对川普的评价褒贬不一 但不得不说 川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是一个成功的资本家 使用别人的钱来赚钱 就是川普常用的投资方式 使用借贷来致富 也是一个可以减少付税的方式 不过罗伯特也说了 能够成功通过这个方式赚到钱 并且发家致富 是需要有一定的财务知识的 如果没有知识作为积累 他是不推荐大家使用这个方式来赚钱的 说到财务知识 你可能会有疑问 罗伯特不是一项摒弃传统教育吗 他怎么又鼓励大家积累财务知识了呢 这里就是罗伯特给大家的第二个基本规则了 二 你需要知道的 致富最重要的财务知识 在他看来学习财务知识的最基本的一步 是了解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 第一形式用劳动赚钱 每天辛苦的工作就算每年赚十万 三十年才可以赚三百万 这是大多穷人赚钱的模式 辛苦一辈子挣的钱永远追不上要花的钱 一场大病就可以直接跌入谷底 中产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不仅赚的没有多很多 还要承担沉重的税金 相反富人则不必发愁税务的问题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做穷人和中产苦心追求的那种工作 没有工作也就不必承担薪水带来的税务 第二形式投资组合收益 炒房炒股都可以算作是投资组合收益 不过这却不是富人会选择的主要收入方式 罗伯特自己和川普都不会选择这个收入方式 作为自己的盈利方式 他们会使用的是第三形式 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即罗伯特常常挂在嘴边的现金流 这种收入模式可以使富人通过使用别人的钱 来获取收益并成功地绕过赴税的需要 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很不公平 穷人和中产辛辛苦苦的工作 却要承担税收 而富人则恰恰相反 罗伯特认为 真正不公平的是我们的教育系统 从来没有解释过这些给我们 而是一味地给我们提供错误的财务理念 三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财务理念呢 正确的财务理念是投资的第三个重要基本规则 我们的学校只是一味地告诉我们 学习 然后找到一份工作 然而现在都已经是2020年了 越来越多的工作会逐渐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让人无工作可做 而辛辛苦苦工作的这批人呢 无非是在不断地挣钱 然后承担美国沉重的税务 这些人被告知 只有不断挣钱才能付清他们的债务 而罗伯特反复告诉大家 债务并不一定是负担 就像很多富豪 他们通过借贷来做活自己的现金流 从而获得高额的财富 所以同样是债务如何使用 则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 在穷人和中产眼中是负担 是要通过加班加点工作来填补的窟窿 而对于富豪 则是源源不断带来财富的群演 四 长期投资 不断投资可以给我们带来良性现金流的资产 罗伯特认为 美国的教育系统就是99%的美国人 都是破产状态的根因 教育系统让大部分美国人的注意力 都关注在了如何不断挣钱 偿还债务的恶性循环当中 而想要跳出这个循环 就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资产上去 从为钱工作到为资产工作的升级 就是掌握投资的第四个重要基本规则 基本规则五 投资不是风险 罗伯特认为 投资不是风险 我们自己才是造成风险的主要原因 就像我们很多人 买股票常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盲目的追涨杀跌 看到别人都买了那只股票赚了钱 自己一点调查都不做 就迫不及待的也投钱进去 股票买了还没多久 看到开始下跌 心里就一点都承受不了 立刻赎回 然后仿佛悟透了一切 感慨道 果然股市有风险啊 其实有风险的哪里是股市呢 根本就是投资人盲目投资 根本没有做好功课 我们当中很多人虽然上了不少学 却连一场基本财务报告都读不懂 参不透 一张简单的财务报告 通常包含以下几个常见的信息 收入 income 支出 expenses 资产 asset 和债务 liability 还有最重要的现金流 cash flow 简单的一张财务报告 体现的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单项和数字 而是各个变量之间隐含的 如何成为富人的思维模式 成为企业家最重要的就是明白如何增加收入和如何增加资产 这也是为什么罗伯特常常会在他的讲座中表达对学校教育的不满 他认为我们的学校培养出了很多高智商的 在各个专业领域的人才 然而却没有教给大家最基本的多懂财务报告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学生在学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却并不能仅仅通过接受校园教育而变得富有 罗伯特毫不留情地说 不能够读懂财务报告 那基本上就告别成为企业家了 还是老老实实地当个雇员吧 不然亏了钱 找不出自己身上的原因 反而责怪是投资有风险 六 别做只会花钱的懒人 最后的最后 罗伯特说懒人才会只花自己的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使用自己的钱是最不用动脑筋 不用挖空心思去发现筹钱的新方式 毕竟只要每天去上班就好了呀 罗伯特说到 当他问穷爸爸要一样昂贵的东西的时候 他的穷爸爸会告诉他 这个东西太贵了 我可负担不起 而当他问父爸爸要同样一件昂贵的东西 他的父爸爸则会告诉他 这个东西很贵 让我们想想怎样可以支付得起 这样的一件东西吧 所以像穷爸爸一样的人 一生只能享受薪水 能够承受范围内的物质 而像父爸爸一样的人 因为一直都在不断钻研薪的赚钱方式 他们的资产不断地积累 早晚有一天 他们不再会因为钱而发愁 因为获得钱的方式 让他们可以信手捏来 好了 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的富爸爸理财系列 是否有帮助到你呢 如果你有什么理财小妙招 也欢迎在评论里分享给大家 这里是对筋机遇 喜欢我们节目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把小铃铛按下去 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条影片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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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